市政總之選 今天是本室第三處的結尋 他帶動的不是都市的土地運用可以增加而已 他也可以改變的經濟、英文 甚至所有的生活都因此轉變 如果是這樣說的時候 本室特別調動說其他摩托的狀況到底如何 下一頁 台北市鐵路地下化的延伸 在去年剛開始的時候 居然全長有19.4公里 動用的經費有830億下一頁 新北市呢 他早先萬版的地下化不講 再加上最近的捷運系統 就總共動用了900億的國家的經費 再下一頁 台中市呢 他的高價化呢 花了多少錢 三百七十億 這麼厲害 高雄 一個高雄的鐵路地下化 他就經貸有三個價位 除了主貸的價位 高雄的價位以外 他王伯元生 有贊贏的價位 他王當元生 有風山的價位 我們來看看 風山的價位 一百七十七億 當時協定的 你官司學賓進場 跟協定的 簡單說 你看這個經費的收容 我們要列個表 還有一顆 還有一顆 我們如果拿這張表 來比較的話 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五都當中啊 重大的交通建設啊 台南啊 實在有夠少少 我們總共 正處到兩百多元 他們而已 不算是人家 十個月就到百億 十個月就成千億 所以說市長的感慨 不是不得理的 不過市長的感慨當中齁 我想要請教我們的 交通局的長局長齁 請張局長 張局長 剛剛本席 所表列的當中 你有沒有看到 有 你了不了解 這些計畫都是 目前在 你有沒有跟市長報告過 這市長 你有沒有跟市長報告過 這些內容 沒有很完整的跟市長做報告 你也知道我們現在本市的公共運輸的比率 非常的低嘛 是 如此低的情況底下 鐵路的運輸 如果延長的話 可以提升 本市的公共運輸的乘坐率嘛 對不對 你最近不是交通報 這個部分有送一份研究報告 有沒有 我們現在跟議員報告了 鐵路地下化立體化延伸到散化地區的可行性研究 你送了沒有 我們目前三月底就已經行文給交通部 準了沒有 還沒有 沒有準奇怪 那吳新修怎麼說交通部已經答應了 吳局長 他現在還在審核 還在審核 是 所以說這個有沒有可能準 他們已經同意 交通部毛部長已經同意我們做可行性研究 基本上已經同意做這個評估了嘛 可行性研究的評估 那你知道 台南 台南 要延伸到永康延伸到新市 齁 這兩個鐵路 所經過兩個主要的沾 不像英康沾 生長多少你知道嗎 你說永康這樣的 這個運輸能量嗎 對 一年好像 我不是太清楚啦 大概 永康現在的運量很高 成長44% 是 那星期三齁 生長多少你知道嗎 星期三齁生長到要兩聲 簡單說這兩位所在都生長 這兩位所在生長就是代表什麼 他們的資金非常大嘛 這個人口所多少 這個人口所齁 哪是依照戶籍的登記齁 就是25萬了 我們的鐵機路經過的主要的 東區和北區 中華共差不多32萬 差不多32萬 如果實際上住在英空的 應該算起來 超過30萬幾多 所以人口數相當 人口數相當 所以說就整個一本筆來說 應該也會相當 應該也會相當 那個 局長 就這個部分 你有認為那個 我們的現階段 鐵路的阿花 有沒有必要延伸到永康新市 我想我 這樣子 過去的這個台南 你認為有沒有必要 有 評估的必要 有評估 你認為有沒有必要 我現在不是評估的必要 你認為有沒有必要 以你的交通專長來說 有必要嗎 我個人認為說 永康跟新市地區 這些 現在人口數很多 交通的問題 有必要嗎 應該是有它的必要 有必要 我跟你講說有必要的原因 我們看上一頁 我跟議員報告是立體化 而不一定是地下化 我知道啦 也可能混合 一部分地下化 一部分高價化 如果要延伸到永康的話 相對於現在永康 人口密度如此之高的情況底下 它會產生什麼效應呢 第一個 它除了消除現有的 四處平交道跟三處路橋 英康跟新市 尤其新市 你如果要入口 真的很可憐 你如果要進去新市 你都要在那裡等火車 新市已經有一個路口 你如果要進去新市 你都要在那裡等火車 英康也是這樣 如果說這個地下化 能夠延伸的話 它可以讓永康的發展 軸線啊 翻轉 怎麼可以 整個英康市 設在四處 好前有一個導遊 設在四處 高速公路切下去 鐵魚路切下去 你鐵魚路 你說如果是在那裡等火車 四處都會變兩邊 發展 發展軸線就會翻轉 同時呢 這不但是都市地理的縫合 這也是縣市合併以後啊 市民心理的縫合 為什麼 因為你原地的地下化是什麼 原地的地下化是 科典在市長進來的地下化 原地的地下化是 原地的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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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 你有沒有強烈建議給市長 你有沒有跟市長報過 我這個部分呢 我有跟市長建議 我們一定要爭取做可行性的研究 那當然我個人也認為 永康新市地區一直到南科這邊 它鐵路的一個立體化 它應該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我們開下一頁齁 局長請坐齁 那個市長 我看這個狀況齁 真的你看看這個齁 你會覺得很不公平嗎 南北差距這麼多 南北差距齁 還不是差的高雄 主要是差的台南 你有感慨嗎 是啊 這個 過期幾十年來齁 庄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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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開的表態 要求中央 一定要鐵路地下延伸 是怎樣 你看高雄市 它洪山可以延伸過 洪山延伸過 還要加高雄200英 我們這個人做 台下又高雄 混蛋的方式 我們盡量也不用賺百或百萬 所以我拜託市長 由這個時候 對我進行向中央要求 原來絕對要極力爭取 將鐵路地下化延伸到永康跟新市 跟國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之前 在張局長還沒有來之前 已經到交通部跟毛部長報告過 就是說地方的這個需求 對大臺人的發展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不知道 萬利及萬利做可行性評估 好 感謝市長來接收 如果英空鐵路地下化延伸到 是一定要跟砲口做一個結合 那個吳局長 就砲銷的開發的部分 是要結合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怎麼開發的問題 如果說鐵路地下化延伸過去的話 我請問一下吳局長 酒餅的工業區 有要做一個所謂分區的定性檢討嗎 當然現在英空鐵路地下化延伸過去的話 酒餅應該最大就是這個工業區跟農業區的開發變形 是應該要檢討的 都要檢討對不對 對 包括泡銷裡頭的使用分區 要不要做部分的調整 當然泡銷現在目前 你那個細部計畫有沒有必要要做一些必要的調整 目前來講它是原來就已經有考慮地下化 所以它是有公園跟交通用地 都已經有規劃 但是兩旁的農業區跟工業區是應該要再做調整 對 另外我正常平民那塊 我第一段總結順的時候 就差不多30公頃幾多 是 這30公頃的地 我們泡銷100公斑百年跟前三次來講 這一個快30公頃的那個使用分區 農業的使用分區 有沒有必要有變更 他原來內政部的 內政部都委會的決議就是說 等泡銷這個區塊83公頃開發完成以後 再通盤檢討 再來把這個剩下的工業區跟農業區 在納入再做一個檢討 所以他是希望泡銷先開發再來檢討 我是建議啦 你現在泡銷的開發案差不多定了 你這樣可以開始送了 進行你再等到泡銷開發之後 你要等很久 泡銷的環境 前三個月 官廟 要100公斑等到嗎 對 108年 那相隔很久啊 照說你現在這一塊地 你應該納入通盤檢討當中 照說你這一塊地 就應該從現在就去跟那個內政部來做爭取 變更 局長 這個部分我們在這次的通盤檢討 我們也來跟部裡面來爭取看看 看個會 就這個部分先來進行這個 好 感謝局長請坐 好 接收拾 可是如果說 照剛剛市長 市長你剛才在說的 說鐵路如果是要抵押法 主張台南市政府主張要延伸過英雄到新市場來講 現階段 我們的鐵路抵押時間的工程 柯林要做一個條件 交通局的張局長 張局長 就我所得知啦 交通局張局長 是 就我所得知 你現在施工的順序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目前我們的評估是根據鐵工局的想法是 214標啊 可能會先 第4標先嘛 214 對 第4標先然後來第一標 來第三標來第二標嘛 4132嘛 如果說按照你這種4132的情況底下 本習認為相當不妥 為什麼 因為啊 你如果一旦把聖工女中那邊一旦做成了之後 你以後會讓交通部有一個擋箭牌 他說你已經坐到這邊了 以後你就朝向高架 第二個 你如果已經做好 你如果要再延伸的話 你必須要破壞現狀 你是不是又浪費公帑 對不對 所以本習在那邊要求 如果說市府 說同意將永康新市延伸的話 延伸到永康新市的話 這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你現在施工的順序你要調整 調整成怎樣 由南向北 4321的方向 這樣你明白嗎 否則的話你升工女中做下去了 你怎麼延伸 萬一如果他同意你怎麼辦 專門局長 你有明白嗎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討論啦 不過因為 2跟3的施工難度比較高啦 早晚都要面對啦 是 早晚都要面對啦 2跟3的施工難度都很高啦 可是問題你要整體開發的概念啦 你如果要整體開發的概念 只要來講 你很重要很關鍵的部分是什麼 就是這個鐵路第二個法 你已經早上說要延伸到永康到神奇的時候 你這四段 這段是三個 第四個 這段 三 二 這 如果說呢你很清楚的 把4321標示出來 就可以看出市府的誠意 如果說你還是維持4132的方式的話 你信公路長怎麼走下來一隻你還沒再卡掉 對不對 你這樣政策不是矛盾嗎 有沒有檢討的必要 我想這一部分我們可以跟鐵工局來納入檢討啦 那第二個就是說 針對 岩石到永康 現在我們做的是 大橋道上化的一個鐵路立體化的一個可 可行性研究 那這一部分 局長 我待會再請教你啦 那你有送啦 那一個部分可行性研究評估喔 你如果提點喔 本身跟一個要求啦 希望你喔 可行性評估喔 不要再評估一年啦 想後的年底就快出來了啦 你今年經費拿到你就速度更快啦 好嗎 我們必須要努力啦 好 接下來 那個 那個我們那個公務局的吳局長吳 吳局長吳 吳局長我上台的第一桌中心順康主委來請教吳 英空 英靠最多了 阿雖金叫最多 最近吳 那個 砲後旁邊的軟體設計營區那塊五公金華吳 還有賣二十七億嘛 蔡也 吳 心情不錯啦 賣二七多 所以每年我們當然今年來算的話 永康交給市府差不多五十一隻多啦 那之前的道路你有一些正面的回應啦吳 吳局長 這點也要感謝 第二桌中這孫 那孫啦 我特別要求公共設施保留優先計劃的部分 請你跟市長進出嘛 營建室嘛 聽說進出沒有 敢不是 跟郭議員報告吳 那個不是營建室 我們 我是請市長 我們一起到經監會找現在的 就前村的經監會主委 劉主委啦 那他當時是有把 經監會副主委帶過來 嗯 他的回應就說 到底有啊 他原來計畫就說全國有五個二十萬以上的人口 他總共大概有三百億 齁 那 因為三百億剛好碰到八八水災 我知道啦 這我知道了 你不要浪費時間啦 有沒有啦 現在 那個劉主委可能說 他中央 市長有跟他拜託 有 中央的債務已經到了極限 齁 所以他他認為要再增加 那沒有齁 我參考一下所謂 英空是哪有需要 來這下一個 你如果我拼一拼洪三次 尾千多次 齁 人的那個人群立地比是我們的幾倍 我們的四倍 我拼到洪三次 以外你拼到一個 我們臺灣 我們台南一個例 下一個 你要拼到陳德里就好了 一個例 他就知道在公園 整個英空 到27個公園 一個例 最鄉上的公園面積 就是我們的四倍 不過英空呢 不然銀口數最多 叫我的水金又最多 從這點 你認為這樣對英空有公平嗎 富士長 跟國委員報告 上次我已經跟國委員報告過 就是說 因為永康 經濟發展非常的 非常的 興旺 但是重點就是說 他的公共設施算是比較差的一個區域 對啦 那市長又主事齁 那我大概 現在找了六個地點 六個公園 但是 基本上這些公園 永康有六個公園要開闢嗎 就是 有要開闢六個公園嗎 讓我講完 就是說 現在這六塊都是用重法起的 就是不需要再去付土地的用 沒有啦 重法兩萬啦 這部分大概 我們會開闢 大概 花了大概 就土地不算啦 土地因為已經 那位主班的 那位是泡河的嘛 我說你這次 有要變得肉身的嘛 就是 現在市政委已經起的土地 就免 免在付土地的 大概六塊 對 對 明年 要興建 我為國市長建立看 茶眼怎麼要去處理 好來我現在 接下來下一頁 那個局長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啦 如果是一區一公園 一公園的話 是真好啦 不過 實際上也是不夠公平啦 你應該怎麼行 依照行政區域的銀口所 跟人均利地比 來做一個參考的議題 如果銀口所非常多 利地比非常少 就像英雄一樣 就應該優先執行 市長是一塊圍住一個公園 我們等不那麼久啦 我們要求優先執行 面積比例放大 拓點開闢 永康公園的綠地開闢 應當納入一百零二年的預算 每年法庭開票公園嗎 跟郭遠報告 就是說 現在是財政 真的要徵收 那你都已經答應了嘛 你就找那個成本比較低的嘛 我現在跟郭遠報告 就是說我剛才找了那六個地點 像公園一 公園二 公園五至四 公園十至二 公園十六至四 公園十一至十 主事發揮工程會 就是土地 沒你也當黨工媒 因為我算一算 一塊大概都五六百萬 好 那這樣的話 我來請蔡主張單位來幫忙 明年六處公園 一併動工 就是土地沒有問題的部分先動工 好六地 好感謝 那市長 那個公務局局長這個補文有幾次嗎 市長 要給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所謂一區一公園 是有的 我們三十這個行政區裡面 有的是連公園都沒有啦 所以我們這是做 最基本最基本的這個 輸給的這個供應 那你講的用人口比 我想這也是一種標準 這會來檢討 你說明年的這個六個公園的開闢 那本身我之前說 台南市有一個地下市 讓市民的生活品質提升 這是應該的 我們看我們的財政 看甚至有些人的水準 或是要分批來做 這個我們不會來成功 那一塊有六百萬 加起來不太多啦 市長請你支持一下 好 拜託感謝 來接收來 市長我接收來要來請教一下 我很怕我們的新市政中心 不會負期啦 我是要怎麼這樣說 後一顆 我們來看看 台北市的新市政中心的整個 要花幾年 1976年到1994年 開十八年 後一顆 我們來看新北市的新市政中心 為1991年到2.3年 花幾年 花十一年 再後一顆 台中市的新市政中心五久 1995年到2000-2010年 花幾年 花十五年 好 我們再看看 再看看 高雄市 他的新市政中心 也面對 高雄市的新市政中心 他跟我們一樣的問題 地方 有非常積極的討論 特別市長報告 五島當中 為他跟我們一樣 雙行政中心的哪裡 在高雄市 高雄市的距離多少 5.1公里 我們的距離多少 共近50公里 剛才人家的10倍 不過咧 當時我們比人更重 速度不比人更快 新市政中心的高雄市 五大評估指標都出來了 提升行政服務效能 這要不要說 這大家都知道 節慶活動的空間 還可以運用 產業競爭的優勢 也可以加強 城市開發的轉型 吸引資本的進駐 創造就業機會 這也是很可憐 另外 聲音的行政 跟包括市民的行動感 我相信這五大指標 承認我們台南 也能行政 還有一項 高雄市 五個評估地點都出來了 都可以出來了 你看看 高雄市的 叫頭會社長的黨兵 林阿區的成功功運 包括新市場第一季的 學校用地 國台新鎮的中央區 議工後賓工廠的行政生活區 都全部五個點都在那裡 每一個地方 有以205兵工廠那塊超過五公圈 跟包括國台新城那塊超過五公圈 其他的 都是五公圈來 有兩個 一個是二郊頭 一個是洪山 三個是古市來 好 我們後面 市長要來報告的 八八雙行政中心 我們的古里 是共進我們的十倍 人的新行政中心 先期規劃小組 已經籌組了 我們還沒籌組 人的新市政中心 初步評估 二十月九月已經啟動了 我們 市長在去年底的時候 有要說 說將啟動新市政中心 的這種規劃 但是呢 到這裡都沒聽聲音 人的新市政中心的評估指標 已經提出了 我們拿出來不 人也沒拿出來 人的新市政中心評估的地點 也拿出來 到這頓 我們在外面走的時候 市民非常關心的新市政中心 大家都問說可能會在哪裡的時候 我們也都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人家討論 甚至 包括高雄市 你一零一年今年四月份 第一次公聽會也頒了 我們也要不頒 市長我實在是憂心忡忡 我是真的很煩惱 因為我們的新市政中心 會不會富市 新市政中心的部分 在高雄市 這一本 新市政中心設置區位 初步評估 這都出來了 是由高雄市的都法局的局長 市長說年 去年九月十五 有新市務局長 請都法局 吳局長 我們台南市政府報告一年要拿到局長 都法局吳局長 我們的那個 那個 跟一座報告 現在有關新市政中心的部分 其實是我們局裡面現在 在收集整個公有地的資料 市長什麼時候說將要啟動的 在去年年底 去年年底到現在多久了 大概已經有四個多月 將近半年了啦 局長 這是一下Post的問題 那時候要交出來 跟議長報告 因為我們當然現在希望 市政中心的這個三星 是可以帶動我們整個一個都市 還有一個新的開發的機會 所以跟高雄的比較不一樣 那時候要交出來 我們在近年裡面 我們是會給市長一個 重複的一個建議 會怕不負氣 你有去年 高雄到近年 那近年有年齊 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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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年齊 這我們還會再 把內部的這個資料做好 沒有講一下具體的 局長 因你的能力 我們實在那麼多年了 這對你來說不是困難的事情 到底有什麼狀況 你敢不可以說一下 目前來講是沒有 因為要評估整個開發案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不是 單單蓋一個市政中心 應該他要結合周邊的土地開發 一起來做的話 開動的效應者 這個有 因為他用的這個土地 大概來講只是 在蓋一個本身的大樓 但是他很多的附屬單位 他還是讓他分散在外面 對 這有兩種方案 有一種是集中式的 全部都全部扣扣起來 包括當局長 也不用讓 10位新娘上班 他全部都要扣這會 包括議會他也會扣這會 另外一種是比較偏向分散式的 這兩個你要趕快確定 你要趕快跟市長報告 其實我自己做報告 因為高雄市現在目前的做法 他也是偏向在我原地高雄市的這個酒店 所以他用的都是分散式的 但是這個分散式的來講 對 單邊的山區 或是對北邊 家庭 家庭應安 家庭應安 這是最佩平安 對 你就是這樣啦 這都有探討的空間 我今天沒有要跟他探討下去用 我要來探討頂數 如果要探討下去用50分 怎麼用就用不夠 5點5秒就用不夠 我現在要來講的是頂數的問題 你總是有一個時間表 你的程序要怎麼推 這個案子要怎麼處理 市長這麼有價值 他去年底的時候宣布 粉碩外面的謠言 說夏市長他第二次 才會碰擊了棘手的問題 夏市長他會閃過這個 政治地雷 沒有啊 他去年底的時候 全補要開始的時候 我是非常非常欣賞 不過我欣賞單台 單台六個月 吳局長 你還要讓我等多久 這個部分我們今年內會 好來 拜託市長 回答一下 市長你敢不敢 打吳局長來支持一下 好 因為吳這個模型 開始你講的比較準算 因為你要怎麼打我們的市民 說我們拿出來的條件 是在腹地500公頃 20公頃做市政的中心 包括交通問題要好好寫 不過跟台南市的 高雄市的民國 最差是這麼多 當然 剛才內容以外 相當的大家 最關心的市長我來報告 最關心的 你真真正的啟動 要怎麼啟動實程表當時會出來 拜託市長公開說明一下好不好 來感謝貴議員 對於市政中心的支持 那高雄有高雄的作法 我們台南也應該有自己的補調 我覺得有一個聽述非常要緊 就是一定要讓議會議員標示意見 那我選不之後 其實這是第一邊的定期台會嘛 所以包括議會已經有很多議員 提出他們報告的意見 我這種 我認為這種的聽述 不應該檢照 包括你今天 就當議會總結 這是最重要的中所 我們英空的選民 才看到過議員的報告意見 那經過議員這種的意見之後 我相信台南市政府 我們有一定的聽述 我是無情理說台南市政府 起一個市政中心 需要說像過去 台東也好 台北也好 新北市也好 都要一直10年 我們希望在那10年裡面 來解決這個事情 市長 我完全同意 因為你現在是第一次的市長 我是像我怎麼期待 希望你下市長 可以按整個市政中心 這是一個百年大計 你要動作你的立書執任 是 我相信我跟郭議員 進一步說明 就是說我第一次在那次的市長 最對醫療的市長 我可能只有一項執任 就是替大台南打基礎 建立方向以外 還打基礎 市政中心 這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工作 這是你可以 討厭你本人的一個政策方式 這種事情 要謀定而好動 你如果想過 你想要關時間 結果停輸 應該注意不注意 包括議會 對議會尊重 這個議後 會出的事情更大 電腦有時間拆去 市長 這樣不可以麻煩一下 你這樣不可以跟 那個議局長要求一下 其實我都有講 要先透露一下實際 那個 把貴官報告 其實 部局長都有定義幫我做報告 我如果像分證後這個進度 我想 時間要先熄 熄動的時候 我就會跟他 這個會期 如果照你這樣說 我們這個會期聽議員的意見 你就可以對我公佈了嗎 我希望 我會跟聽說 以後我的聽說 我會跟大家報告 好 這個會期算了 好 感謝市長請坐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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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點 那個 張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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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換過去 下去 下一頁 張議長 這個是低碳城市的願景嗎 對 對 你要黏一個 低碳台南移居好有賞 目的是要來建構一個人本低碳的永續 環境提供友善的公共服務 那同時能夠創新預設經濟的成長 好 局長 那個 我想請問你一下 就你這個四大目標 還有一個總體目標低碳台南 因為台南是溫室氣體排放的這個比例 就部門別來區分起來來講 哪一個部門別所佔的比例最多 對不起 我聽不清楚 哪一個部門別的比例佔的最多 部門是吧 那部部門的比例 我們 呃 如果整個來看起來是工業部門 那我們低碳城市裡面呢 降幾聲 我們目前 但是我們低碳城市裡面的規劃的內容 是傾向住商 沒有 你先讓我講幾聲 你先讓我講幾聲 大概百分之 看一下 嗯 明天啊 百分之七十 所以說那個 你說在住商運輸 生活部門的部分 差不多佔多少 就是相對 差不多佔三聲 對 我們下一頁我讓你看一下 下一頁 齁 整體來說工業部門超過七聲 超過七聲 另外我想要請教這個局長 你在這本 低碳城市的建構計畫書裡面齁 你的溫室氣體的總量齁 到底是六百七十一萬公噸 還是六百八十七萬公噸 在你的P1 20頁裡頭一個數字 P1 25的時候又另一個數字 你到底是要移動一個圍組啊 跟那個 謝謝議員的指證 那裡面當然有些數據 那時候我們出來 算出來的時候 有點略有差異 通通大概是 六應該是 所以說 他這個所謂 沒有 跟一做報告 現在這樣子我們 今年 今年有編列預算 必須就整個 臺灣市的 溫室氣體要做盤查 預算我現在來問你啦 對啊 那這個之前的數據是 隱居說 所以說你這樣子是 以六百八七公噸 這個報告為主 所以說基本上 如果說啦齁 你現在是 以這個工業部門的部分 來做排除 假設如果包含工業部門的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我們整個台南市 總共是多少公噸 大概應該 這很重要耶 局長 你如果要做一個 執行減碳工作的人 你對總量如果都不清楚的話 你如何執行減碳 跟一做報告 我們過去的這些數據 是去參考中央那個 對 沒錯 對 還有包括我們南市 總體的現況是如何 你要減到多少 你是不是要清楚 沒錯沒錯 你要清澈嘛 到底多少 我剛剛跟你報告就是說 我們當時是用南線之前的數據 初估的數據 總共多少 所以大概算起來 大概是差不多兩千 如果整體來講 整體來講它兩千 你差不多差三百啦 對啊差不多兩千兩百九十萬公噸 來 接下來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裡面所算的部分 就是根據這個 當時所推估的數據 所以說 你如果說 按照有工業部門 跟沒有工業部門 人 一年的平均的那個排碳量 我們是 台南市民是多少 12公噸 對 你按照生活部門 你只剩3.7公噸而已 對 那些人差很多耶 沒錯 相差非常多耶 嗯 局長 如果依照這種方式的話 那我想請問你一下 我們整個低碳程式的短期 中期的減碳目標 到底是多少 這一本啦 對 我們裡面所寫的短期 是百分之三十四 長期是百分之四十 你都記不到啦 那個是四十四到五百啦 對 四十四跟五十八 沒有 我們有修正過 跟英文報告不好意思 那你拿這一本給我 我當然是因為這一本 我們有修正過的 所以說你現在總共來說的話 假設你已不修正了齁 我們看下一頁齁 你103年的減碳量齁 是要達到44% 109年是要達到59% 減碳是一種手段 你的願景是一個目標嘛 你如果不曉得你的總體的目標 還有手段的話 你怎麼達成 按照你這個計算方式來講齁 那個局長 你來看看一下 你能夠減多少 你從103 這個計畫到103年的話 你要減到多少 減起來大概多少 你算得出來了嗎 我們103年要減的 我給你透露一下 沒有沒有那是34 這數據是不對的 還差一聲就好計算齁 下一頁 大概1 3分之1 剛剛600 你算起來 如果說你只是 是就非工業部門裡面齁 30%來計算 我剛剛用44來做計算 大概1 3分之1啦 對 3分之1 對 3分之1 對 3分之1左右 所以大概是 讓你實際減碳量齁 13.2% 你減掉尾數10%來說 你沒有減 你的尾數是多少 台南市民是怎樣 是1.6億公噸對不對 你總體的 你看起來算344嘛 你以為44假來講 換算是13.2嘛 你如果變成33的話 你比例上更低嘛 你把真正的排碳的目標 103年的排碳目標 放在實際的排碳量的上面 一個分子一個分母加總起來 差不多13.2%嘛 以死也是來講嘛 你實際上13.2%的情況底下 你平均的排碳量減掉了多少 讓你提款好了 變成1.6億公噸而已 如果以1.6億公噸價來講 我們剛剛講的 以實際市民來講 12公是12公噸 那我請問一下 你認為這樣子 在國際上的標準 我們 12公噸減掉1.6億公噸 這樣有成低碳程式嗎 跟議員報告 所以他整個 我們在工業部門的減碳 我們還是會有另外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建構地碳程式的同時 我們那時候有邀請 產官學員各界都要來參與 所以我們計畫裡面 並沒有將工業部門拉進來 但是我們未來還是必須 要請工業部門對於這個 他們的減碳 他們還是有相關的目標來去做 也就是說 在伊克里城市裡面 或者我們有提到的 在目前你就是以生活為主 碳揭露 對 我們碳揭露跟碳足跡 也會要求幾個大廠商大企業 局長 局長 你這樣要說清楚 你要講清楚 現在下一頁 所以你在三生的概念當中 你主要是放在什麼 放在生活的部分而已 你生產跟生態都還沒有處理 所以這個是一個 生活部門的一個減碳策略 所以不是一個整體的減碳策略 可以說起來也是三分之一的減碳策略 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減碳策略 對 所以說這個是三分之一的減碳策略後 下一頁 三分之一的減碳 三分之一的低碳程式 是我們初期的目標 所以不是一個全部的 好 再下一頁 我們以運輸部門跟住商部門為主的 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去換算 我有很久的 你那個副表一 你總共要花多少錢你知道吧 我們當時所推估的部分 忘記了齁 我跟妳講 283億 283億是我們的地方的自籌款 什麼地方自籌款哪有那麼多 妳都不記得了 那是總 是總要 我們希望能夠跟 沒有 我跟你講妳看一下表格 對我們 妳看一下表格 妳如果要做這件事情 妳錢不夠的話 錢從哪邊來 妳到現在還搞不清楚的話 我們的低碳程式要怎麼落實 有專案補助跟計畫型補助 對阿 我們整理在那邊阿 對 右邊那兩個是要從哪邊來 呃 右邊那兩個部分是跟 我們當時所提的齁 是跟中央 對啊 跟中央壓嘛對不對 對 那中間那一個呢 中間那個是利用財務的規劃部分 對阿 左邊那一個呢 左邊是我們地方的自籌款 地方的自籌款有問題嗎 對 有問題嗎 八百有問題嗎 呃 妳要落實這麼如此重大的 低碳程式 要放在我們的程式憲章裡面 妳到這麼一年 哪有妳還不知道 不是 有這個部分是當時由各個局處提出來 八百有問題嘛 我們地方政府可以按審嗎 這個計畫上是屬於地方政府 城市裡頭預算可以掌握的空間嘛 所以又沒有問題嘛 這八person應該是比較OK啦 對 可是我現在跟你探討的是 這九十二person的部分呢 低碳程式是如此的重要 時代市長的重要政見 我來請教一下 我先來請教 企劃型的補助款跟低碳程式的專案 款項有沒有問題 這八十幾有問題嗎 目前環保署正在 還在正在 對啊 沒錯 因為這不是我可以掌控的啊 那個張議長 你這樣害到我熱市長呢 我自己壓力也很大啊 可我也跟環保署正 賴市長已經對外宣布 要打他一個低碳程式 你到現在錢到哪 變成還不曉得 那不是厲害的 不是厲害的 不是誰的 馬英九嗎 要講出來啊 中央政府 背信嗎 你要講出來 你連中央政府八十幾億都沒辦法 我知道中央正在努力啦 我想不是誰害的啦 那麼中央環保署跟金建會 我們也聽過金建會他們 在高雄那場演講 你看中央政府這一筆八十二億 不確定 我再來請教一下 民間的資金這百七十七億怎麼來 民間的資金部分他大概就是在 譬如說我們太陽能的部分 我們也目前在進行當中啊 所以說進行當中 也沒有確定的情況底下 局長 你要怎麼用二十三億去做這個低碳程式啊 是沒有錯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要跟環保署來積極反應 我非常的認同這個低碳程式的主張 我也同意市長把他納入程式建廠 單低碳程式的自治條例就都要通過了 到這尊 情理哪裡還不知道 怎麼辦 我們再來反應啊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那我們也多次跟環保署反應 這樣一個案子 就說必須要積極來做這個處理 那麼環保署他們目前還在 市長要來接位 你請坐下 說明一下 因為跟郭議員報告 感謝你對低碳程式這個競節的支持 那中央的做事情 我想他們的低碳程式的這個 競爭型計畫是有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就是一如 剛剛這個郭議員所指出來的 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 他們沒有一併解決工業的部分 減碳 減工業排放的這個碳的量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經費其實還沒有完全到位 那不過我想 我個人是這樣想 既然他們提出這樣的計畫 那他們就有責任去解決這樣的經費問題 那我們現在作為地方政府 是不必去質疑說他做不到 那我們一定要 我們一定要 相信他做得到 那這部分呢 我在行政院會的時候呢 也會持續 要求說 這個計畫務必一定要落實 市長 給你報告一下 我很擔心啦 這部分是幾年五月啦 到當年那一年啊 前衛隊來到現在還沒有清楚 那因為那個 當然這個議選變一變在 那個環保室啦 那這部分 如果我個人的了解 環保室市長是很有生意 他也證明說 我們台灣 他一定要走這條路 那所以我想 他的情結會去植柱 那經經會的部分 或是說行政院的部分 我在參加行政院會的時候 我會再次來提出 好 民間的資金 我是因為 也不用太煩惱啦 因為我們低碳城市 這個目標 自己拿起來之後 其實這 一年來 已經很多 綠能低碳的這個產業 甚至在台南市 那我 我記得一個例 我們那個 低碳運輸 總經費四億多 我們參這個 那些 那些 他們公司合作 他們也提供 四分之的經費 一億多就倒進來 所以我想這方面的民間的資金 投資應該是沒問題 好 感謝齁 市長 感謝你的說明齁 接下來齁 我想市長的想法齁 跟本事齁 補的雷同 下一頁 再來 真正歐洲的減碳的策略 它其實是著重於 生產部門的減量 同時降低生活部門的 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核心建議在有效的資源 跟能源的轉換效率 接下來 所以打造一個低碳城市 其實應該重生產 納生活兼生態 這提供給我們 張局長 跟市府這裡做一個參考 接收來 所以低碳城市基本上 可以在台南市裡頭 真正能夠展現的 是文化觀光的部分 後面 葉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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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日本的北海道王走監獄博物館 你去過嗎 不去 好來接收來 相片給你看一下 來檢疫法庭 這是他的檢疫法庭 接下來 這是他行務所的就聽社 他幾個這樣的就聽社 這個 嘎嘎凱所創造的產值有多少 接下來 一年的觀光旅遊人次 就五十萬人 觀光效益的代表 終於不用兩億 接收了 葉局長 上一次我的會期當中 有極力要求 希望市府並肩作單 把台南地方法院 移用博管 博管移用 博管待用 這個部分 我請教他 他正處在哪 我問過文化座 問過大大小小 沒有一個人知道 不過我聽一個說法 說這個問題 結長也知道 結長 搞得比較神秘 議員報告一下 相關的這個 縮帖 就是說我們台南市的訴求 這個相關的縮帖 我們要拜託立委 來到正處 古替的進度沒有 不正是沒有 他們正式的回應 沒有喔 好 來接耍 這哪裡你知道嗎 他知道哪裡你知道嗎 原台南行務所的中央台 他知道哪裡你知道嗎 你明白嗎 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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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放在那個 整個人那個 台南看守所 接下來 他的內裝怎麼樣 這以前 古代是給他 看中央台 全門去看守那些犯人的 內容 再下一頁 你看 整個裡頭破損的狀況 再下一頁 破損到非常嚴重 這真可笑 這是我們的文化資產 我們放在那裡 放給法務部 台南看守所 任由他方會 再下來 這是官社 你們就知道嗎 合一路那裡 各位 這是合社嘛 揮繡那裡請測 再來 藥道館 這三項 我們在文建會要進出八千萬 進出還沒完 再接收 所長宿舍沒進出 對不對 再接收 從整體來看 我們是有可能 將這些 藥道館 合社 官社 所長宿舍跟中央台 做會 做會 這些呢 有些保存的狀況比較好 有些保存的狀況比較差 把它整體來說的話 它是有可能變成怎樣 另外一個北海島的 王佐的那個 司法文化園區 很爽 在我們台南是有可能創作的空間 你按整個台南電話園 我們再討 包括中央台 我們再討回來 我已經去幫你接過了 中央台 法務部 台南看宿舍 他們都不想管了 他們都不想管 我們趁這個機會 跟台南地方委員 跟中央台 一併去跟法務部要求 一併拿回來 拿回來 放在廣山那裡 建合我們的藥道館 合社所長宿舍官社 專保來行政一個 司法文化歷史園區 局長 你覺得怎麼樣 議員報告 議員這樣 整體幾歲 我也非常在這裏 不過有一個報問 就是說 他真正的財產 是中央的 依照文治法 他們是有這個義務 來做相關的維護 是維護 因為這個費用 保養貸管 你先爭取維修 收了以後 你也保養貸管 我當然 我也沒希望 現在是 政府政府出的條件 是 這樣可以嗎 可以 請坐 好 接下來 本市這段的總結順 最重要的 核心原則 我希望 你多少市長 現在 不管是 啟動新市政中心 替路地下法 原先 搭造 一個低碳城市 這都屬於賴市長的新市政 這都屬於大台南的新市政 我希望 市長呢 不論是新市政中心 鐵路地下 還有包括低碳城市的建構當中呢 這形成屬於他自己 賴市主政的時代的一個 新的市政 那我相信啦 最後結果會怎麼樣 市長 我最好 五十六字針也要送你啦 下一頁 我請市長 要求所有的局處長 台南一體化的政策思考 可以 抱歉 那個界打錯了 是一界兩界的界 跨界布局 我相信你 當然沒有人可以跟你條件 如果要贏你 比登月還難 我相信這個市政 你如果執行下去之後呢 你可以超越許出 你可以邁向巔峰 市長 這是本期對你的期許 這麼順利 存一分鐘的時間 市長 先讓我們標示一下 順利到標示我存一分鐘 這一件事情 要特別講了 早上的報索 教育局的政局長 早上的民眾一部 這八星的運產副 很屬順 身不身有關係 經濟壓力才是主因 我看之前 許多同仁在跟你談這個 有關於公托的部分的時候 你常常把它公私對立化 你在五月初到時候 民眾一部說什麼 貿然增設公立幼稚園 不僅是公部門預算考量 也要考慮到衝擊私立的 幼稚園的經營空間 這是一個公私對立的 一個思考邏輯 那我跟你講的 推動的公托呢 並不是另外增設這樣的模式 是公私協力的方式 也就是這種模式情況底下 跟民間來做一個結合 這個結合在新北市已經形成了 新北市有兩個辦法 一個辦法是 新北市政府委託民間辦理 又自圓實施辦法 另外還有社會局組長的 公共托育中心設置管理要點 我們再一分鐘 讓我們結論 麻煩一下 局長 你把這兩份 趕快調回來 這個整個需求性非常高 你看到所有家長要爭破頭 關鍵在哪裡 他們相信市府嘛 關鍵在哪裡 收費標準低嘛 關鍵在哪裡 就經濟壓力可以減輕嘛 你可以在五月底 結合社會局長 形成一個專案報告 在市長說不 你台南市 可以做這個模式 這個東西新北市做 不是他的專利 這是長期以來 婦女運動所推動的結果 倡議者是婦女運動 我們應該讓台南市市民 可以享受這款的管理 對不對 市長 局長有問題嗎 沒問題 跟議員報告 五月底以前可以嗎 是 社會局長有沒有問題 這 收集 好 跟議員報告 五月找到那個 媒體那個是我們的意見支援而已 台南市 有我們台南市特別的觀點 為什麼有在建議 這個關鍵處理 是 那個原住民主委 馬耀主委 馬耀比歐 那個這一份 是那個屏東 那個客戶輔導 做得非常好的 這份我照你 不可以送你 照你贏了 好 我希望你來這個時候 能夠做一點事情 好 好 謝謝 來我們現在請 賴清德賴市長 前提到郭國文議員 他所提前進一順 我們做一個 說明跟回應 好 首先向貴議員表示敬意 今天 這個審議的 這個專業的結束 我個人非常敬佩 我們來表示感謝 我剛才 剛才剛才 我跟貴議員 跟我們所有的鄉親報告 其實我 擔任第一次 在那次的市長 我知道說 我的責任 非常重大 關鍵 未來的大台南 中國的發展 因為我一方面 就是我希望 照顧 我市長 來對大南市 所做的一切 來回報鄉親對我的財負 和支持 這類的理念 已經超越 我個人的一部 要做什麼工作 第二點就是 剛才你說的 司法文化園區 這個理念非常好 那大南庭院 這個案件 是我親身處理 處理 原因是因為 司法院的態度 一直都不輕 過期 庭院 法院的態度 也不輕 那經過我們 請問和說明 如果感謝 庭院 有越來越多人 認為說 庭院 不應該 司法提供 繼續 作為 司法審判的 這個 所在 是應該要 要拿出來 給文化修道的 大台南 共同使用 他們這種的理念 的人越來越多 這就是要的時間 這就是要的時間 所以我本人 對大南庭院 是非常看重 因為是 台灣 一百年以上的 法院 存兩間 我們大南庭院 這是其中一間 那大南庭院 還有這個 法庭 台北已經沒有了 所以 環境保有 法庭院的 只有我們大南庭院 尤其是這個歷史 是非常 另外 我心盼的歷史 有哪兒非常 寶貴 包括我 聖來晚 巿驚 貴議員非常 關心聖來晚 巿驚 聖來晚的巿驚 心盼 就是在大南庭院 第一發展 剛才你說的 日本的 那個 感樂的 報告館裡面 也有心盼的 佈地 所以 這個 如果我們有辦法 正處到 我想對大南庭院 文化修多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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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的 衝心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那 剛才 貴議員是 國家環境 包括 法務部 相關的這些 所在 都包括在 這個 補貴意見 我的採納 我的 關鍵 來處理這個 事情 經過 提出一個 環境的 價位 向法務部 向相關的 團員 來正處 這個 書法 文化 這個 方向 可以早日來留心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非常感謝 我們過國務議員 對著英雄地區的 這個發展 我們交通的這個問題 包括我們 低碳城市 執行 經過的 這個 總控 做到這個 市政的 這個感動 我們今天 這個 市政總之選 非常感謝 我們的熱情 的基地 所以 我們要 我們要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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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